黑暴期間,黃仁將觀塘那些智慧登柱說成有CCTV, 很怕有人攝錄他們,而黃仁亦經常罵大陸到處都是監控,很不喜歡。 但是美國近日加州就發生了一宗公然是公路辦撞車, 實質是搶野事件,而主角同樣是香港一個珠寶商人呢? 所以說現在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一定是大陸,因為到處都是象,又怎敢有人做壞事呀?